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斌 今天呢我们这里在下雨啊特别的冷 我在穿棉衣啊五月份了 今天呢我爸要炖这个排骨啊 因为天气冷嘛炖点排骨吃 下雨好啊 下雨我们这些苹果就长得快一些 看这土豆都长这么深了 现在我爸在这里摘这个排骨 我带大家看一下我家的糖心苹果长多大 看 已经长这么大了 看上面有水柱啊特别的鲜 这后面呢全是我家的菜园地啊 看这里种的是萝卜 牛的 我爸已经砍好了 好啊 滑进去洗一下 现在就把它蒙断 看这筋肉还是特别多的 看有香 哦 我爸跟我说这是牛排啊 是毛牛肉的 毛牛的排骨 泡到水 哇 你看这一道水这个油都这么多 现在把它搂起来啊 搂起来后我们再把它清洗一点啊 就可以下锅炖了 我们炒了一下就把它倒进这个高压锅里面啊 不倒进这个高压锅里面煮的话 我们这里的这个牛肉不容易煮熟 现在我爸呢找了一些丹龟啊 要放点丹龟 这个丹龟呢是我们洗干净了 切成片了的 这个丹龟呢又有香味又可能去味啊 去这个牛肉的烧味 只做半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只做半两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爸洗的是我们自己家种的这个萝卜啊 已经这么大一均一均了 待会儿就把它做进牛肉里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们把这个萝卜放下去 把萝卜煮软了就可以吃了 这天感觉太阳要出来了 但是还是下的很大 对面的雾呢特别的漂亮 现在我去开玩地里面掐 掐几根葱啊 牛肉好了放到牛肉里面就可以吃饭了 哎哟 我妈她们不会掐这个葱啊 这样掐断了直接就又长起来 全是 全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掐葱的话要往下 一焖它这个不要给它留下来 它就花的更多 差这么多 差不多了 好了 不够了 特别软的啊 这个 排骨这个 好香 看上去 倒点汤 哎呀 哇塞 太香了吧 这边是 决菜 这边是辣肉 这边是四季豆 这边是猫牛肉 我家都是用盆装的菜 哈哈哈哈 这边这边是四季豆